很多人認為政權最近對民主派的大搜捕、大抄家的行為 證明香港正正正正轉變成一國一制 北京什麼都不管了 就在這個時候 一個在今年5月以有限公司形式註冊的新建制政黨紫荊黨浮上水面 12月6日《南華早報》對這個政黨作了大篇幅的報導 當眾異議值得深究 這個新政黨的牽頭人和重點吸收的黨員 據報導都是在中國大陸出生和長大 在西方受教育有香港居民身份的財金精英 香港本地人在中環被北方黨逼走 早已有十分明顯的趨勢 2011年任職摩根大通亞洲區高層的太子黨方方 組成華征會 吸納太子黨加入 不少成員還替梁振英助選 接著被招攬入政府和各級諮詢架構 這批人政黨化正式參政是遲早的事 根據黨綱、紫荊黨的行動綱領 包括為特區政府長期推薦和輸送高端人才 積極鼓勵黨員參加各大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的相關工作 支持黨員成為香港各大社團、慈善機構等非政府組織的核心人員 參與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及行政長官選舉 這個綱領顯露出這些北漂精英要全面接關香港政府和各界野心 但他們並不志在參與議會直選 而是等著被政府招攬入成為官員或參加行政長官的小圈子選舉 《南華早報》還報導指經黨的創黨人之一 瑞信董事和政協全國委員李珊 曾經主張香港立法會應該改成兩院制 下議院全體直選產生 上議院議員來自委任 如果這個建議代表北京的意志 就證明了中共對現時把持功能組別議席的本土財罰不放心 所以乾脆想以共產黨委任的上議院取代功能組別 這個黨的黨綱還提到要爭取一國兩制持續多50年 指出 目前香港面臨2047第一個50年的期限 社會各界對此感到困擾 這不單反映在民眾心理上 也普遍影響了經貿活動、合同契約 有不少企業對未來規劃持觀望態度 這反映了 縱使中共正在全面摧毀香港自治 但中國的權貴仍然未找到方法 取代香港離岸金融中心的方案 所以仍想保留香港作為他們的藏保 和將錢調進調出的通道功能 有人說紫荊黨的出現 代表中共全面推行改土歸留 清洗本土舊精英和講廣東話的中共黨員 甚至是被地下黨全面浮面的大計 如果中共真的有這樣的大計 這個大計可否成功並不確定 這個政黨的出現 反而可能會激化現時精英層裡的矛盾 首先香港的本土財閥精英 會不會就這樣躺著就範 而不利用他們營友的資源 和國際人物優勢反制呢? 這些大陸財金精英 不少都有外國聯繫 甚至外國居留權 中共高層對他們是否完全信賴呢? 不少中國民企的大老闆 有中共黨員身份 但都得不到中共的信賴 近年還要經常面對被抄家 被迫提早退休 甚至上市 在最後一分鐘被殺停的事 這些利益群體和中共本身 其實並不是鐵板一塊 延續香港的特殊地位多五十年 更不是中共說了就算 而是要國際社會和跨國公司接受才行 如果是中共說了就算 上海自由貿易區和深圳前海 處境就不會像現在那麼悲慘 中共在摧毀現行的一國兩制之後 這些財金精英 可不可以說服國際社會 香港在2047年後的一國兩制是真的呢? 只經黨的出現 可能體現中共全面改造香港的大計 也可能預示中共國路權貴精英之間的鬥爭 終於變得更加激烈 精英鬥爭的白熱化 又會不會為抵抗運動 意外開拓了新的空間呢? 這個問題恐怕只有時間才能解答 我是恐高峰 謝謝大家收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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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見